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进热闹的市场里 带着鹰眼般的双眼 省视每个摊商介绍的商品 当他走到一个卖鱼的摊贩前 老板是个年约30岁的年轻人 他拿起一条鱼 热情地向大妈介绍鱼品种啊 肉质如何啊 新鲜度啊等等 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 但大妈不为所动 静静地听他说 等他说完了 大妈眼角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一开口就是一连串的嫌弃 嫌老板长相秀气啊 懂不懂鱼啊 会不会卖鱼啊 鱼卖太贵了 80块的鱼卖到100多块 讲完就往桌上丢80块 然后抢走老板手上的鱼 鱼老板还没有反应过来 人就不见了 其他的摊伤看到这情况 纷纷地对于老板投射同情的眼光 看来这大妈用这招可能已不是第一次 接下来他经过的摊伤都转过头不去看他 或是听到他的叫唤 也当作没听到不去理会他 渐渐地大妈看到所有的人忽略他或面露惊恐的模样 他停下来 闭上眼享受这一切 所有的人都怕他 臣服他 就像他是受人景仰的一代女皇啊 仰望天空大笑 天啊 真是个厚脸皮的家伙 当大妈还在大笑时 上方有只小鸟飞行的样子怪异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而且肚子好像大得有点离谱 下一秒 小鸟拉了一大坨屎下来 不偏不倚的全掉进大妈的嘴巴里 好了 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但我相信呢 现实生活里呢 大部分的大妈呢 还是很善良又美丽的 我是奈利 我们下次再见 好 谢谢 谢谢